根据非引力研究组织 枪支暴力档案馆汇编的数据 随着美国主要城市暴力犯罪的激增 在独立日长周末期间 全国发生了400多起枪击事件 至少有150人死于枪支暴力 据报道 这些数据统计是从7月2日到4日的72小时内 全国枪击事件和枪支暴力受害者的数量 这些数据仍在不断增加中 纽约警方说 纽约从2日到4日发生了21起枪击事件 在4日当天 纽约市发生了12起枪击事件 涉及13名受害者 比去年的8起枪击事件和8名受害者有所增加 今年到目前为止 纽约的枪支暴力事件 比去年同期飙升了近40% 共发生了767起枪击事件 有885名受害者 在芝加哥 警方将上周末的长周末称为 一年中最具挑战性的周末 从2号下午6点开始 芝加哥有83人在枪击事件中受伤 14人丧生 与其他暴力犯罪激增的城市不同 芝加哥截至6月的凶杀案件率 比去年同期低2% 但受害者人数则高出14% 美军上周悄悄撤离阿富汗巴格兰空军基地 所谓基地的阿富汗国部队表示 他们事先并未接获美军通知 如今不仅要接管美方留下的数千名塔利班囚犯 势必也会面临敌方攻击 巴格兰空军基地曾是数万名美军和北约士兵驻地 也是阿富汗战争的重要据点 美军全面撤离后 留下的安全漏洞 阿富汗军队可能很难填补 巴格兰基地新指挥官科西斯坦尼将军告诉记者 大家知道我们没办法跟美军相比 差别很大 但我们会根据自身能力 努力做到最好 尽量保护并服务所有人 科西斯坦尼说 我们不知道美军的撤离时间表 他们离开时也没通知我们 科西斯坦尼手下有3000名士兵 远不如全盛时期 美军与北约士兵数量 但他表示 基地有相当充足的兵力 能阻挡塔利班的攻击守住基地 据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印度尼西亚爪瓦岛的一家公立医院 昨天表示 由于新冠病毒 德尔塔变异株的流行 大批新冠患者上周末涌入医院 导致医院氧气耗尽 至少63名患者应缺氧死亡 报道说 由于德尔塔变异毒株的流行 印尼爆发了新一轮疫情 大批患者涌入医院接受治疗 位于爪瓦岛的撒吉托总医院表示 他们本月2号 接受了大批新冠患者 导致氧气的消耗速度远超于预期 加之供应商延误发货 医院储存的氧气余上周末耗尽 导致至少63名患者死亡 其中至少33人为新冠患者 作为回应 印尼政府已要求相关企业 增加医用氧气产量 卫生部官员还呼吁民众 不要蹲起氧气